字幕視頻 我們公司專門設計室內設計和裝修 一文一武兩都有做 公司成立了15年 之前浮房沉沉的那些五六年不計 上了軌道那些 比較好些大概是十五年左右 開始的概念 概念是一個創新的概念 而且這個概念有些叫做毀滅性的創新 第二個概念可以做一個與眾不同的文化 是以前沒有人做過的 我自己創立了一個不同的文化 我分開講一下如何是毀滅性的創新 其實這個創新我做了之後 可能就毀滅了之前我們的行業的規矩 甚至乎是一個重新的開始 至於這個文化 一直以來在這個行業內建立了文化 應該是沒有人開始這樣做過 亦是我做了之後成為一個主流 創業的動力 創業的動力可能自己的成就動機比較高 再加上我自己個人都很喜歡跳出安全區 自己都很相信這個人生精彩 我經常帶著一句說話 這句說話就是你會不會為你做了的事 或者你沒有做的決定而後悔呢 那我覺得我自己的答案是 我會覺得是沒有做的事我會後悔 所以我就會有一個很大的推動力 去嘗試和創新 其實今天的創意是在做生意很重要的 不過我們就不會亂去有生意的 一定要動色市場 和動色環境 其實有一個很簡單的道理 我可以用少少論語裡面的說話 君子無本 本立而導生 如果我們做這一行 只要你努力去做好自己的本分 每天都是在做相同自己應該要做的事 自然的路 或者一些新的一年帶一年的創意 都會慢慢一步一步可以出來的 重要任務呢 如果說淺層一點 當然是為自己和員工帶一些價值 大家earn a living 大家也可以為了這個平台 可以創立到一些機會 如果說深層一點 我們可以說 我們必須要做一些社會企業責任 當你這個公司去到某個階段 它能夠自己生存之餘 還可以回饋社會 這是我們很常常的怪口邊 亦是實踐著的工作 各個難題都有的 我們去創立一個新的範疇 我們是一站式去做 當中也有很多潑冷水 或者有些同行去攻擊我們 我們都會努力 持之以行 一關一關過了 才達到一些比較現時的狀況 其實行業在以前來說 是壁裏分明的 分開了左一塊 右一塊 或者中間一塊 我們就看到這個空間 就在想一下如何在這個空間切入 切入之後 我們就一連串做了所有的服務 和產品 我們的工作 包括要有優質的產品 和要很好的服務 而這些這麼繁複的工作 是以前沒有人做到 亦都是在以前的時代 沒有那麼資訊科技那麼好 或者人手、管理 各方面都不是那麼好的時間 是難以去做得到的 但今時今日比較容易一點 我們就在各範疇都會經過努力 努力之後 他就會可以一步一步 達成了產品加服務 而是造成別人其他同行做不到 而是我們做了出來之後 還成為主流 不是這麼做 反而是不行的 難忘都是有一件都值得一提的 創業必須讓人都親力親為 那是一個真人真事 在離島 為了完成一個學習的任務 我做到凌晨的一點 為了趕船跑下去跑到嘔吐 真的跑到嘔吐 跑到嘔吐不要緊 還在另外一個對岸 其實自己太太在另外一邊等著我 我趕不到船要去另外 要多等兩個小時 所以後來一東一西 大家又回不到去 又見不到去 又擔心的太太在等那種心情 就是難以形容 而且真的很難忘 其實我自己本身都覺得平衡是很重要的 自己的座右銘有幾樣 有適應平衡 尊嚴和得行 我擺平衡都擺得很高 因為平衡的時間 會令你有更加多些動力 我的方法就是增值自己 終身學習 在未來的日子 都報了一個管理學的博士課程 希望在這段時間 能夠增加更多的知識 而將這些知識變為智慧 智慧又變為能力 做得來就會很開心 再加上價值觀 如果你覺得價值觀 是正確和正面的 我相信人是不會覺得 為了做得累而不開心 只會覺得你的價值觀正確 你個人就會很平衡 還有做什麼都會比較正面 最想感謝的當然是太太 她的過程之中 給予她的支持 和承擔 是會有很大的作用 她沒有去干涉或投訴過 我們在奮鬥的過程之中 其實都很痛苦 帶了很多經濟上的不穩定 甚至是欠債 我們一關過一關 所以這些如果沒有旁邊有一個好支持的人 你絕對達不到 你是有無厚過之憂的感覺 三種能力 第一種我覺得應該有高層面一點的思維 我們叫做Helicopter Thinking 可以全局一點去看東西 有更好的策略思維 包括你的EQ、AQ都可以比較好一點 第二我覺得是團隊組織的能力 因為今時今日的創業 單打獨鬥一定會比較差一點 互聯能力 包括IT各方面 必須要有在後部層做幫助 第三樣東西我覺得 就是平衡健康身心的能力 因為你只會去做 不去休息 或者不能夠平衡 尤其是我們自己經過 更加可以給到更加的心裏面的說話 健康是沒有了健康 其他你所得的東西都是等於好的 現時的年輕人創業 我覺得最主要是要歸零 因為學歷高 懂得的東西多 有知識未必 但等於有能力的 如果他能夠拋開他的高學歷的身段 一杯空的水 收集那麼多意見 去努力用團隊的方法 多一些逆境的智商 我們所謂的AQ 一定會失敗 失敗之後 你再站在身上的時間 那種感覺是很奇妙 而且你要試過才知道的 如果讓我再來一次 我會更加早去增值 因為在這個過程之中 我在增值那一段時間 就學了心理學管理學 對我的左右腦思維 有很大的幫助 因為以前他還沒讀書的時候 可能靠自己的天分 或者一股萬敬地去做 但學完之後 原來很多的理論 是可以做一個實踐 以及一個評審 即是像一個評審 我以前所做的事 溫故之身之後 我會得到的東西 會更加快 以及會更加好 所以讀書是很重要的 如果要我問一個 成功人士的問題 我一定會問他的 成功關鍵因素 是CSF Treece Successful Factor 因為你問了他之後 你會得到一個 最直接的答案 如果你問了十個 你會有十把刀 十把劍